一人高的栅栏三次越狱成功 就是为了跟女主抢男人 你怕不是羊了个羊吧 二狗是一只特别黏人的羊 男主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哪怕是上厕所 都要跟过去同声共识 不仅如此还是个十足调皮的捣蛋羊 到了女主的店里东摸摸西文文 唯恐天下不乱讲的就是他 还把女主最爱的奶茶打饭 气得女主立刻想把他做成烤全羊烤羊排羊肉泡沫什么的 每每这个时候 二狗都会跑到男主跟前撒娇卖萌球壁虎 让女主怀疑二狗是不是跟男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考虑到女朋友的感受 男主不得不把二狗关在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当男主一离开 二狗就能借用各种工具逃出生天 直接借离木箱子跳到房顶上跑出去 要不就是一个百米冲刺跨栏翻过去 让一旁的大金毛和小屁孩都看得目瞪狗呆 女主直接放大招 将羊圈的栅栏直接加高 可女主身高差不多了 这一次闯关就没有那么龙有了 爱情的力量真是太可怕了 为了见到心心念念的男主 羊二狗这一次小宇宙大爆发 再一次脚踩木箱跳上小屋从栅栏鱼而出 去路边等待他心爱的郎君 男主开车回来看到二狗完全是懵逼了 为何羊二狗如此的黏着男主 原来羊二狗是有一个男朋友的 后来被女主拿去烧烤了 从此羊二狗和女主结下了两子 无时无刻都要黏着战友的男主 失去男友的二狗得了深深的焦虑分离综合症 在兽医专家的指导下 重新给他安排一只羊公子 并且给他们的家装修了一番 很快二狗的注意力就被羊公子吸引走了 男主看着这两只羊双速双飞的样子 顿时有点吃味起来 之前老是黏着自己巴很烦 现在不黏了吧又觉得少了点什么 男主你再这样想 羊二狗怕是很快就要变成羊肉粉丝羊肉汤了 请你克制一点保持距离好吗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这奇妙而有趣的动物世界